语言进行互通互联 考量五国广路的环境科技发达 因具备参与IETF的组织能量 所以今年国家通讯传播委会 现在是数位部 委托TWNIC对IETF运作模式 热门议题进行资料收集 希望以政府引领产业方式 深入了解我国各界参与IETF的现况 困境及劣势 并希望能够进一步的分析 扩大参与IETF的效益及诱因结构 让想要参与的或者是有需要的公司 或者民众能更容易接触这个领域 这个委托计划更主要是想要发现能长期参与 参加IETF的潜力机构跟单位 然后希望未来能深入参与相关国际会议 然后创造国家的影响力 今天很高兴就是TWNIC跟中央大学志工系 还有财团法人电信技术中心 就是准备很丰富的课程 那希望与会的人员都能有所收获 然后内容很丰富精彩 然后希望大家能有所收获 那以上说明谢谢 谢谢江振南记政的致辞 再来邀请到财团法人台湾网络资讯中心的 黄胜雄董事记执行长来为我们做致辞 请大家热烈赌场欢迎 远端的参与者江科长 还有在座各位先进 那应该说各位同学 因为我看来都是同学 那首先非常高兴这么多人参加 因为刚刚那个周教授跟我讲说 这次有200多人线上包括实体的参与 所以这个人数事实上非常的多 那第二个是 其实我估计这应该是全世界 不是只有台湾 第一次针对RIT做这样的实作的训练的课程 所以这个机会非常难得 那也非常感谢通常会 应该说数位部 因为刚好时间差 8月27号之前是通常会 8月27号这个业务就移播到数位部 不过基本上我们在整个 因为政府是一体的 我们在协助整个台湾的社群 包括资讯界 推动这个RIT相关的 这个先进的技术 以及把它标准化的参与的过程 这个动机我想都是一致的 那各位相信今天 我们有非常专业的专家 包括TTC的这些专家 他们会做深度的这个讨论 所以各位可以从 今天的课程上得到第一手的资讯 那对于怎么参与IETF 怎么去提供 发表这相关的文献 都会有非常实作的一些经验 那首先也是感谢 中央大学周教授这边 带领所有的团队 推动相关的计划 我想今天能够办的 这么成功 没有中央大学周教授的团队 我想非常困难 所以在这里也特别感谢周教授 好那我就简单致指到这里 谢谢各位 黄胜雄董事记执行长的致辞 我们请黄胜雄董事执行长 台前还有再邀请财团法人 电并技术中心卓清敏自身经理 和中央大学特并教授兼 局务秘书周立德教授 致台前来将合照 是他们在控制 和中央大学这边 二位 在找一种 在这种 词 原则 和中央大学 黄胜雄 sind 和中央大学 博优化 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各位贵宾 接着是我们第一场IETF的介绍 先请线上来宾完成线上签到 IETF的介绍部分 首先将会有中央大学特兵教授兼主任秘书周璐德教授 为我们做引言 请大家热烈鼓掌欢迎 在线上的江记者 还有我们现场的黄胜雄 黄董事执行长 还有我们TTC的卓经理 还有我们现场的各位来宾 还有我们线上的各位贵宾 大家好 那今天 虽然我是要先开始引言 在引言之前 因为我是承办单位 所以我还是要稍微在这边先简单 跟大家报告一下 我们这一次线上跟实体来参与的来宾 总共有286位 而且我刚统计了一下来自110个单位 110个公司 所以算是盛况空前 也表示大家对IETF IETF它其实在课本上常常都看到 对不对 大家在平常用的TCPIP也都在用 其实IETF它的各种Protocol 都围大在我们生活当中 但是它到底一个什么样的组织 到底是怎么样定出来的 大家都不知道 所以今天是非常非常难得 有这个机会 我们有请到很多的讲者来讲这个议题 也表示大家怎样 大家是求知若可 所以我们这边必须要先感谢 我们的那个NCC 尤其是在述发部 还有Vitamik支持 那我们才有这个机会 那所以呢我们这边呢 那个要先谢谢他们 那我们 接下来我们要讲我们的引言 现在开始要正式讲引言 那这引言的话 我们要讲到说 IETF的目的动精又依于机会 你帮我操作好了 下一页 好下一页 那我们就要先来看说呢 那这个 ITF 它全名是什么呢 全名就是Internet Engineering 那你知道它一个Internet 就是跟网路有关对不对 网路有关 但是要跟工程有关 而且它是有什么一个任务的编组 OK 一个任务编组 里面很多Working Group 那这里的话它就告诉你 其实这是ITF上面网站 它自己写的 ITF的话呢是一个 一个怎样 Lose this self-organized group of people 那这些这些人的话呢 它最主要是什么 你的Engineering 对整个的 整个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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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ITF 整个的这个Internet的一个 一个发展 是要做出贡献的 其实 当时这句话的话呢 它就是一个RFC RFC RFC的名字叫什么呢 ITF知道 就是就是那个ITF 到底以后怎么走 它在里面就 这就是一个一个RFC 那我们再看下一页 好 下一页 这个呢是网路上有一个漫画家 就是Julia 那他针对网路的很多议题 他都画出很多漫画出来 让大家能够很浅显一统的来了解 那他首先会跟各位讲什么呢 这是电脑嘛 对不对 电脑通讯嘛 电脑通讯的话呢 那个就两边 要通讯的话就是hello 对不对 我要什么 我要什么 你要什么 你要什么 对不对 所以我就把东西传给你嘛 对不对 所以过程当中的话呢 是什么 传送过程中是0101这样的传 0101这样是一个Stream 一个Byte这样在传 可是问题是 这个0dap有什么意思 1dap有什么意思 不知道嘛 对不对 不知道嘛 所以 PCI有什么 大家看到 如果修过计算机网络的话 再看到 这就是一个TCP的header 他就告诉你说 前面几个栏位是什么 SourcePort 再来那是DesignationPort 它有 它有不同不同的含义 再有不同不同的含义 所以呢 这些就是一个Port OK 就是一个Port 它告诉你的说 这里面的 第几个Byte 第几个Byte 到第几个Byte 的每个栏位代表的含义 那所以呢 当然呢 哎 他也是 你要需要什么东西 对不对 他就送你什么东西 而且呢 不只是这些Port 刚刚讲的TCPP 还包括什么UDP HTTP等等 都很多的Port 这Port 是怎么定的呢 就是IETF 它Publish 这些RFC ITF在定的 所以呢 在这个 案外里面的话 就把ITF 它的功能 就跟大家 点出来了 好再往下 好再往下的话呢 那 ITF的任务呢 是什么呢 它就是要让 Internet 怎样呢 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这是它的任务 而且这个是它的Mission OK 它的Mission 它Mission的话呢 也就是什么 它让你的Internet Work Better 而且呢 你要有 High Quality 的一些技术文件 那 所以你看到说 它是要产出 并不是产出实体的东西 它产出的是文件 对不对 所以光是 这个Mission 它也是一个RFC 它是RFC的3935里面 它是针对ITF的Mission Statement 好 所以这个ITF的目的是做这个 再下一页 好 那 再来是为什么要参加 IETF呢 参加IETF活动 最主要是什么 ITF它有很多meeting 一年有三次 这meeting最主要是要交流技术 讨论新兴的应用 合作 OK 然后探讨未来网路协定要怎么样 怎么来改 所以它是一个重要的场所 那 再来的话 再的话你参加 IETF可以取得一些领先的地位 抢占商机 一般大型的这种网路设备厂商 还有应用公司 它通常会有专人 投入IETF 去研究去参加相对应的 IETF的Working Group 去研究说它到底以后再怎么走 然后呢 它可能会提出一些Draft 提出一些新的 新的一些标准出来 那你提出新的标准 那它是你们公司的标 你们公司定的 那当然怎样 你就会有 公司就一定的地位在那边 对不对 你可以抢占商机 因为都是你在研发的 大家follow你的标准 所以呢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动机 再来呢 我们台湾其实网路 科技业很发达 很发达的话呢 所以呢 比如说我们参加IETF 这组织的话 其实我们有这个能量展 在下一页 好在IETF的诱因 我们就从不同的角色来看 我们说呢 从业界 如果你是业界 业界的话呢 那你要猜 为什么要参加IETF 就是你是不是有商机 对不对 你在IFC订稿之前 就开始研发 所以你有你的商机在那边 再来的话呢 同学 我们也很多同学参加我们这个活动 同学做你的就业的实力 特别是看看 同学如果你是在 在那个 就学当中 你就已经在看IFC标准了 这个以后出去就业的话 我公司最喜欢了 因为你到以后到业界去 都是在看标准 因为做东西都要follow这些标准 所以呢 我们是不是就是要从 这个这个看标准开始 然后你有研读或实物的经验 而且你就可以变成业界的极占力 这是同学的一个优因 再来老师 老师当然怎样呢 老师的目的就是 老师的真正是教学研究嘛 对 教学研究 教学研究的话呢 当然你就是可以拿到第一手的资讯 第一手的资讯 然后教导学生 当然 这边有可能有产学 做的机会 对不对 你可以跟业界带领你的团队再去跟业界合作 这次也跟的好机会在这边 好 再往下一页 好 所以呢 在ITF里面的话 你参加 参加ITF会议 你可以接受很多不同的人 不同的厂商 不同的业界跟学界 都会在那里面 所以呢 你可以有一些交流的机会 所以交流的机会呢 也可以衍生出一些合作的关系 衍生出合作的关系 而且呢 你 增加你的企业 这个能见度 挖掘出潜在的客户 那 那其实哦 我们下午场的话哦 还有 邀请到那个刘明翰 哦 那个那个 常务理事 那刘明翰常务理事的话呢 他 之前也是一个working group IPv6一个working group的一个 一个主席啊 哦 那他就跟我们讲说了 哎 其实哦 他们公司的话怎样呢 哎哎 可以把它拿 可以把它端出来 哦 就说哎 如果你是 你是那个那个 我们公司哦 有人就是刚好 这个working group的主席 或者我们公司 那有人刚好就是ITF 某个 某个 那个那个标准的作者 哎 这个对公司的 声望跟影响力是不一样的 OK 是不一样的 你的客户来讲 很有说服力 哦 所以呢 其实哦 第一个是他机会主 第一个是商机 对不对 商机就是这个金钱嘛 再的话怎样呢 可以让你的 公司的一个声望 跟地位 哦 能够提升 哦 所以 这是一个 再的话呢 你可以找志同道合的伙伴 可以找志同道合的伙伴 一起做某个事情 所以这是 他里面的一个机会 哦 那在我们再往下 所以说实在的哦 那机会是很多 哦 哦 所以呢 我们这次的话呢 能够有 有两百多人哦 那一百一十家的 那个公司厂商机构来参与哦 其实哦 这个就是怎样 我们就是今年等于算是要开始 往IETV扬帆的一年哦 所以呢 我们这边呢 可能就要 我们就要请着 这个现在速发部哦 之前的NCC 还有T-Dominic 哦 一起带领我们大家哦 航向伟大的航道对不对 哦 向伟大的航道出发哦 所以呢 这是我们 我们的这个这个 这个今年这次 这次这个活动 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地方在这边 好 下一页 好 所以呢 这是我们的引言啦哦 那 再下一页 好 我们要 向伟大的航道出发 对不对 往IETV的伟大航道出发 哎 一定要领航员 对不对 哦 那我们今天呢 请到的讲者都是重量级的领航员 哦 那我们看看我们第一位 哦 是我们 卓清敏哦 卓 卓那个资深经理 哦 那他是来自于 才能法院电信技术中心 哦 那专长就是行销管理 专案管理 哦 经历非常多 哦 经历非常多 哦 那所以呢 这边我们是不是用热烈的掌声 哦 来欢迎卓清理 嗯 谢谢周教授的介绍 那个 呃 刚才周教授在前面的引言啊 呃 这个介绍的非常的好 因为那个 这个IETV本身 在internet的这一个产业跟这个技术上 IETV就是一个 其实就是那个灯塔 就是个领航车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internet的 呃 在 不管 刚开始它的发展是在有线的部分嘛 那现在因为 无线的发展不含微信工讯 这些发展反而都已经凌遇了 这个 超越了这个有线的发展 那 我现在所用的 普遍的这个通缘协定就是TCPIP 那这当时就是有 IETV当然 当然前身了 我们所研发出来的 那 今天的课程后大概会分成 四个部分来做分享 第一个部分我们会 IETV因为这个 可能internet的产业环境 这个从 20年那开始 同样的发展以后 这个变化非常的快速 然后这些相关的组织 好的一些调整 或者是整并 或者是一些 呃 合作 这个蛮处处杂的 那我先从组织看来介绍 然后接下来就是 介绍IETV的核心的这些单位 刚才专业社有说 IETV它很特别 它是都是 呃 有一些 呃 有特定议题 特定任务的 Web Group 所组成的 它不像一般的组织 有一个阶层架构 他们 所谓的松散 松散里面 他们又制定了一些 呃 呃 一些我们在RFC这些文件 来定义一些工作准则 所以这个部分 啊 IETV的这个 呃 他们的这个 呃 运作 非常的特别 哈 所以才会有这个分享 就是 跟大家 去了解这个IETV 这个 相关的运作 我们来跟大家分享 那第三个部分就是 如果 这个 这位 我先去参与IETV的会议 或者是 想了解他们 IETV里面的文件 或者是他们的运作的话 你们怎么样去 呃 去了解 好 因为他们有一些 程序 有一些工具 去协助我们很快的去 了解 IETV 他们的一些 运作 跟一些 呃文件 是怎么样子来 啊 做 规档的 那 最后的部分 我们会 呃 针对这个IETV 他这个 文件 一些相关的提案程序 跟 他们怎么样去制作 就是 internet 就是 product的 标准 是怎么制作的一个 标准程序 我们会做个介绍 那 下午的时候 男资金长跟 刘美翰律师这边 就会以他们实际经验的 跟大家分享 他们当时 去怎么订定 RFC 文件 这样子 那 早上的 这个分享大概都是 原料的 会做一些调整 跟各位 看到这个 agenda 会有点不太一样 好 那 我会按照这四个部分 来跟大家分享 对一个部分 我们先去看一下 ITF的组织 ITF他的前身 其实是 美国国安部 下面的一个 研究组织 他 他叫做 DARP DARP 这个组织 看 参与的名称就知道 这是美国国安部的 这个 先 先期的研究 这个专案 那 在到了 1983年的时候 他就 跟名为 IAB 那这个IAB底下 我后面会提到 这IAB当时 这个名称 跟现在的名称 其实是有点不太一样的 但是 所有的名称 这个画面没有过 OK好 那 然后到了 1986年的时候 IAB 他下面 当然有一些不同的 一个 分组的一个 分组 那就把 IAB底下 它里面的分组叫做 JDS 原来是这样子的一个 分组 把它分出来 然后召开一个 第一次会议 然后 有21个专家 组成一起 那这个 这个21个专家 就是 IAB底下 的这个 怎么说 咕噜 就是他们 当时 非常有地位的 在IAB底下 如果你现在有机会 进到IAB底下 你会看到有些 有些文件 或者是有一些 包含一些新人 领导的课程里面 这21个人里面 有一些会来进来 甚至进来 带领这个新人 这非常有 在IAB底下 非常地位的21个人 然后到了 20年代的时候 这时候那个 IAB底下 他 脱离了美国政府的资助 好 就独立 因为那时候开始 运动网路的这个发展 那等下 他顺便会提到 就是有ISAC 还有这个 ICANN的这些组织的出现 我分享好像有点问题 保证通信再设定一下 好 可以了 我继续好 那在1993年 这很重要 就是ITF 他就 已经脱离了这个官方 官方 组织的一个色彩 他 成了一个独立的一个 非盈利的一个国际组织 那这时候这个 ITF就变得非常的开放 然后 我们刚才有 有看到就是 他在86年那时候他们开了一个会议 那时候他参加了二十几个人 然后 在80年代那时候参加的 他们一开始是每季 都会举行这个大会 然后来到了 如果每季 好像是1991年开始 变成每年 会举办三场 国际会议 那等下后面就会介绍那个国际会议的部分 那他从80年代那时候 参加会议 顶多就是100 人出头 这样子 开始就开始成长 因为可能 Internet的这个议题 平时就开始 注意了嘛 然后 这个 2000年 那时候应该也是有那个 2000年危机 Internet的那个 7年危机的时候 其中一场在Centriago的这个 会议里面 高达2800人来参与 这是ITF的这个大会里面 参与人数最多的一场 那也连续到 现在的话 大概 现在的大会 那有人数大概在1000 1200 1400 在这个之间 大概大概是这样一个人数 然后刚才周教授我介绍 国际集的这些 支通讯厂商 他们 会来参与 而且他们很多 都会参与 这个 国际 这个制定 那 像Sysco Juniper Go 那包含 呃 大陆的华为 非常积极的参与 因为华为不只 在这个 资讯领域啊 其实我们在电信领域也是非常的气如新鸿 B公司服务的这个 参与款电信基础的东西 我们比较着重在电信领域 我们 在 3G以后 他也非常积极的参与4G 这个 这个的制定 然后在CGEP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 很多的这个规格都是由华为来制定的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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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關係 滑鼠就可以 我要上了位 這兩邊沒有通過 沒有通過 有嗎 這個有嗎 有一樣 好 現在有了 現在有了 OK 好 沒關係 還可以還可以 OK 那剛才這話說我稍微已經不少了 那 IET Open 你們有一個叫做 BAO 不是在講 這一個道應該就是 ITF的一個精神 他講述的就是 ITF的主要的目的就是 促進網路網路的全球化的使用 然後他在這個基礎上 會一直在精進 那這個主要的目標就是這個所有參與 Internet 不管是 不管是 你是一個 end user 你是一個研究人員或者是 廠商 那 提供一個很開放的一個 FORM的論壇 那這一些 對運動有興趣的 不管是從業人員或者是專業人員都可以來參與 討論 那他們會去 針對 大力小小 說 這個Soft很短 很少跟Internet有關的 IETF 都會 通常參與 就是你可以對這個整個環境 東風人還是比較躲動在技術上 有一些問題 提出來大家討論 然後 解決方案 IETF它有一點很 很務實的就是 他所制定的這些 Protocol或者說發表的一些文章 他們會 在意 一定要有實用性 而不是純研究而已 所以IETF它 這一點為什麼 這個全世界的這個大型廠商 喜歡參與的原因就是因為他們制定的不管Protocol eng或者是他發表的一些 包含實驗性的一些 技術的話 最終都是希望走到 可以被實際應用 那 剛才有 跟各位說明就是 他們這個會議 有一個很大型的會議 是很公開的 每三年會舉辦一次 他會 有在歐洲 美國 不是 美國美洲 還有亞洲 這樣子的一個 方式去輪 那 我記得好像 下一次是在倫敦嗎 再下一次的話 就是會到日本的橫濱了 那之前的話 一場在歐洲 一場在 美國 那 我都有參與 我等一下會跟大家分享一些些 參與的一些心得 那IETF呢 他們從19690產生第一份 他們 IETF產生的這個 發表 發表的這個文件 根本叫做RFC 好 就是 requestal 他們嗎 還是 我忘記 我剛才 剛才最後說 那 至今呢 IETF已經發表了 9000多份RFC 那其中 大概有150幾份 已經 實現了目前網絡網路上 這個標準 就是 我們現在 在走的這些 技術跟protocol 都是 IETF所制定的 那 近期的話呢 最重要的當然就是 IPv6 這個 這個標準 IPv6相關的 這個 液體呢 目前也是 IETF裡面 均好最多的 因為 IPv4的這個 這個不夠用的話 要轉成 IPv6這樣子的一個環境 所以 在 2017年的時候 IETF發表了這個 RFC 2640的更新版本就是 8200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 這個 IPv6的 標準 就在 IETF裡面的這個標準應該是 RFC 8200 那這個部分呢 我們稍微 討論一下這個 IPv6的一個 資跟 它一些外部 跟它有 關係的一些 協助的 組織的一些 管理性 那 IPv6的本體 大概在這個裡面 那 IPv6它主要呢都會有 所謂的工作組 我們剛才講的 有Wall Group在這個地方 它這個每一個Wall Group 它們會負責一個 Internet的一個技術 然後去探討 然後 比方說IPv6 它就有 有一個 專門在維護 IPv6 Protocol 的一個 工作小組 然後當然 會有其他的 IPv6 上層的 一些應用層 或者是 網路層 什麼層 的一些 IPv6的關係 它就會成立 其他的工作組 那在這個工作組的上面 有所謂的 Area 它 這個 IPv把這些工作組 分成 7個領域 等一下後面會介紹 分成不同的 因為這個 Internet的議題 還是要稍微 等一下要不然 現在 在工作的工作組 就有120幾個 好那 全部 要有這些管理 所以他們會分成 7個領域 那 上面他們會有一個 叫做IESG 這樣子的一個 指導工作組 那有 這些 Area的 呃 叫Baret Area的這個 我們叫做領域理事 回去來組成 那 這個指導組會去 審閱他們的 入住 產生的一些相關文件 那他們 這個Google組的文件 經過的審核以後 他們會有一個 登記的一個制度 啊在大概在這個地方 那 當然一個組織的運作 因為他們現在組織已經 發展得很大了 那麼多年 他們需要有 一些行政上的資源 好那 那個行政上的資源 就會在這個 IETF 是因為 總之有一些 對外的事物啊 或者是說 呃需要有一個 代表主體 好他們就成立 這個叫做 IETF有限公司 類似有限公司 這樣子的一個 組織 然後 IETF不是產生很多文件嗎 那文件是不是就有一些版權 有些著作權的問題 那他們就成立一個叫 IETF Trust 這樣子的一個 機制然後來管理這一些 他們的相關文件的一些版權問題 那這裡面 我剛剛有看到啊 有一些 有一些我們說 國際的主席啊 那有 那有些組織上面的 一些人事上 那這些 這些人事是怎麼產生的 他們有一個機制叫做NONCON 裡面委員會 會來負責一些相關的 一些人事的一些 提名啊 或者是一些 任期的 一些相關的程序 後面也會介紹 那大概IETF 他幾個重要的一個 組織的一個 構成是這個樣子 那他 IETF呢 上次有一個叫IAB 在IETF 我剛才有提到IAB 這個 組織在 獨佈了他們 那 在講到IAB的時候呢 這個問題 IETF有一個 兄弟或姐妹組織 叫做IRTF IRTF就是 Research Research IETF 這邊是工程 那 這邊是 R的話就是Research 那他 IRTF做的呢 就是做研究 他會針對 工程度的 趨勢啊 未來的一些 先進的 架構 或者是工程技術上也會有 但是 制定 這些技術標準 那就是做研究 第一 這個地方常常跟 IETF會有互動 那 IRTF做的東西 成熟了以後 他可能會 轉到IETF 用 實務上的一些規整制定 或者是去做 一些 實際部署的一些實驗 因為 IETF這邊 產出的文件 比較 實驗性質的 或者是 我們叫做Information 就是比較 一種告知性的一個相關文件 那 他們每 IETF每三年開的大會 IRTF也都會參與 所以 IRTF也會有 在大會裡面的一個角色 他們有 的一些工 他們也 叫做Research Group 就是研究組的會議 那目前IRTF有14個研究 就組 那在 上方的話 IETF, ISAC, ICANN, INA 這幾個 其實都會有一些 一些過去歷史的一些交疊關係 那 IETF的一些成員 IETF應該是 如果我們就三個成員 ISAC裡面的 Member 那ICANN的話 因為大家 對網路比較了解 IETF也算是 在整個網絡界裡面最高的一個組織了 那 在IRTF的話 以前 它算是說網絡網路名稱 也先來分配的組織 可是 之前是誰在做 其實是IRNR 就說那IRNR之前 其實是國安部 在 上帳下 就是國安部 在國安部下的一個組織 那 從那個抓牌 剛才我們剛才講的那個組織 這邊過來的 但是現在IRNR的話呢 也是獨立出來 然後在ICAN之下 那 因為它跟IETF這邊 有一個關係是因為 負責這個 網路的一些相關 那個Number跟那個 Number的這個配方嘛 那如果 有一些 在IETF制定的一些相關Pollower 或者是一些 標準 跟 這個網路註冊 有關的話 相應的東西IETF需要很多 不可以跟IETF的一些 有所穿過 所以這個部分 它們總是會有這樣子的各個關係 那接下來 再稍微 簡單介紹一下這幾個組織 那IETF它是在1992年 成立 那目前的話它 的這些組織呢都是一些 他們的一個 呃 有一個代理名字叫做 叫做那個叫做 Multi 說什麼 Multi Stakeholder 他們是用的Stakeholder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一個概念來組織 就是大家都是厲害關係人 這樣子 那大家 呃 跟其他組織的一些溝通 比如說它跟ISO組織 它跟ITU組織可能 會有一些標準上面的一些合作跟一些 需要討論的地方 因為大家 可能制定 因為現在資訊跟通訊 這個領域越來越接近了 然後 還有就是 聽著到國際標準的時候 那你跟ISO組織 好你如果的ISO組織可能就要有一些互動 不要 大家 聽出來的東西是衝突的好 那 他就會 具有ISAC 的組織 比方說去 跟這些相關的組織 喔 做聯繫啦 或者是 大家 合作 這樣子 OK 那ISAC的話呢 剛才有講到所謂的聽民委員會嘛 所以聽民委員會很重要 對IETF的這個 組織印度人士的配置很重要 所以ISAC呢 他具有 任務這個 Nonephone 這個聽民委員會主席 的權利 然後 剛才前面講的那個IAB的這個 更是他的IETF的 最 最高的這個 主導 委員會 這個福西 也是 ISAC 就這個 任命跟 和爵的這個權利 所以ISAC 算是 有點像 ISAC是董事長 IAB是 執行長或者是 董經理這樣子的一個角色 那再來是IANA IANA 之前的話其實是 美國國安部 鄉民的一個組織營兵過來的 那以前 ICOM ICOM的 的一些相關動作 其實是IANA在做 那現在因為 這個 網路的這個 治理精神 變成是一個 比較 開放的一個精神 那現在 IANA IANA的話呢 就 算是 算是 under在 ICOM下面 替他 執行 這個很重要的 我們這個 ROOT 網易名稱跟IP 還有AS Number 這些資源 執行 發管理 那再來 當然有提到就是IAB IAB的話 其實他就是一個獨大協調 ITF 整體 的一個發展 對國人的一個代表單位 一些國際組織的話都是會有IAB的成員 去代表出去 擔任 剛才有提到就是IAB下面 兩個單位是很密切的在合作的叫IATF跟IRTF IAB的章誠呢 是由IASAC擡定下來的 那他們的主席是由 IAC 提出來 那 呃 如果 我就是IASAC那邊 可以做出來 但 但通常 這邊提出 IAC那邊提出來的話 IASAC通常不會有太大意義 因為 Internet 這個Society 他們重視的是一個共識局 IATF就是 他們 基本上沒有所謂的 呃 機率很少有表決這樣子的一個 動作 啊包含這個 所有的文件啊 或者是一些相關的 人事啊 大部分都是用推舉 跟大家形成共識 這樣子方式做最後的決定 那IASG跟大家講 IASG就會比較負責 ITF的 這個執行工作的 啊就是去 拼讀這些文件啊 然後這些標準存儲的一些品質 好那這邊稍微提一下就是 IASG的 呃 成員的主持也是 呃有I OK 那個 Internet這邊 來選出來 然後 任期是兩面 那這個 IASG裡面的這些組織 這些重要的這個幹部 呃的這個 行程 我等一下在 講完看的時候 會再跟各位 做詳細的說明 那剛才有提到啦 啊就是在 屋子上面 會有所謂的 Area Director 就是 就是 呃Area Director 那Area Director 他們會成立 呃這個 Directorate 就是 因為他們要省 這個 Ogolf提出來的文件 那他們可能需要 呃一組成一個專家 同體 來組所以 他們會有 呃 呃 目標的 A-D組成 或者是說 呃有一些領域啊 可能比較特別 那也會請 一些專家 他可能不是 A-D 他可能不是這個Director 也可以 來組成一個審議委員會 這樣 那Director很重要 Director的話 包含工作組 一個新的工作組 要成立 或者工作組的相關運作 都 最終就需要一個Director 這邊來 你以後才會再往上送給 這個 IASG或者是IAB那邊去 好 然後再來我剛才有提到就是 啊那個 IETF LLC 那他主要就是 呃擔任一個 IETF的一個法人代表 因為你要對外的時候 比如說你今天如果有一個契約 要跟 要跟人家簽 或者你要買 比如說這個IETF要不要買一台SERVER 建立一個系統 那他們沒有主體啊怎麼辦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形成這個商商業購買 或者是商業契約的時候 所以他們就成立了 一個LLC 啊 那他主要就是提供這個 呃行政上面的一個業務的執行 那包含有營運面啊財務面啊 那包含一些籌款 我表示你 你辦大會要不要錢 要不要經費 要啊 那我今天 Fisco我要來贊助 那我要 誰贊助 好那 等到一個主體 就會有LLC來負責 好那 你贊助的這些資金 的運用 這些 財務代表 總是要製作一下 支出 收入狀況 那就會有 LLC來負責 那 呃 LLC他當然就是要 要半年 非常 這個 這個 重要就是 一些財 財 呃 呃 資金流啦 一些財務狀況 要做一個報告 要對這個整個組織 要有一個 一個完整的 這個紀錄跟報告 那這個LLC的董事有五個 那三個 由能看 那一樣就是獨套單位就下來 主導 那我 我剛才就一直提到所謂的LLC LLC的話呢 呃主要的話 呃會 呃 會 很重要就是說 ITF的會有一個主席 他會有一個OVERAL的CHEER 那 這個CHEER 那怎麼選 大家投票嗎 像選頓投票嗎 還是 還是怎麼樣 啊 他們會由這個NOMCOM 來選出來 那就是由代表來選 比較像 像那個國民大會這樣子 不是由全民選 而是 對這個NOMCOM裡面 大家選出的NOMCOM 那NOMCOM怎麼樣來 NOMCOM是怎麼來的 NOMCOM的話 他們的組成是這樣子 NOMCOM然後 當然會有一個 一個主席 主席是共規的 那 特別是在這個地方 他比較特別的是會有 科國實名的 這個 志願者 如果你今天是ITF的成員 那你可以 無法符合制 他這個其實很簡單 就是 最近的五次大會裡面有參加三次 你就可以自己 RONTEER 我想要幫 NOMCOM的成員 然後 然後 呃 在這個一定的這個登招的期間裡面 然後 分下這四個符合了 然後就會用 隨機 抽出來 就讓有抽到 中熱投 那你就可以來參加 沒抽到那 就沒有 這樣子 那 那他這個 這個部分我等一下他們也會再講 這個會有 IAB啦 這個 ISAC的 重要的成員 這是 固定一定要進來 有點督導的這樣子的角色 那剛才有提到就是Trust Trust的部分 當然 就是處理這個 智慧財產權版權的一些相關問題 有一些 他不是像一個專利詞的那個概念 專利詞就是 反正 跟這個 開發這個專利有關的人 在這裡面去share那個專利 相關權利義務 他不是他是 有 所有的這些文件你來參與 IETF的話 產出的這些 財產權 都是IETF的 然後他會有 IETF Trust 進行管理 好 我在這邊要先講一個難看 因為 講一個難看 文明的一些 這個人事的一些相關問題 他 才會比較清楚 而且 如果 如果 在座的各位 或是說 我們政府 有 這個 意願要去 參與IETF的話 想要擔任幹部的話 但等一下可以請教一下 房財經長跟 劉董事那邊 他們是有直接參與幹部 這樣的經驗 但這裡面當然 因為 之前 我有聽過 房財經長的 這個演講 這裡面有一些美感 你要成為幹部 制度是這樣 但是你要成為幹部 還是有一些 要怎麼樣 美感 國有 要怎麼樣 想要一些美感 要去注意的 你的人工具要很好 而且你的專業要夠 才 有機會成為幹部 那 那他們的話 他 我剛有提到 這個 IETF他們 的相關制度 都是會有正式的文件 去 去 去 呃 要怎麼樣去制定 那這些文件都是叫做RFC 那如果 呃 對這個 民眾的這個制度有興趣的 呃 去參考RFC3677 那這個裡面 剛才我有報告的 這個 除了移民主席 10個志願者 那會有這個聯絡人 就是從IESG IEB跟ISAC董事會 他們會選 選派移民 來參加NUNCOM 所以 NUNCOM裡面有重要的 這些 ITF相關的政調組織 的代表 還有 那很重要就是這個 實名志願者 那這個實名志願者 只要在5次的 ITF大會裡面 有參加過3次 那你就可以 來 來參與 那參與的這個 如果超過10個的話 就是用隨機抽 好 那NUNCOM 這邊呢 那他會關係到 我們剛才提的 除了ITF 內部組織跟外部組織 有這些重要的成員 會由 跟他們這邊的產出 當然ISAC董事有3名 那他 因為為了這個 呃這個什麼 有那個承接 可以 持續承接 所以他是每年選 選一個就不會有斷層 他每年會選出1名 三名 三年嘛 所以這工商民派出到 ISAC的這個董事會成員裡面去 然後再也就是 ITF的那個LLC 就是那個 法能代表的那個公司的話 那一樣是任期人員 所以他選兩名 一年選一個 那 ITF Trust的話 是因為他任期三年 也選一個 每年選一個 那 ITF的主席 IAB的主席 也是從NUNCOM所產生的 那 ITF的主席跟IAB的主席 任期是兩年 IESG 你剛才有提到就是 在WalkGolf 算是WalkGolf 最高的一個指導 呃委員會這個地方呢 那他會有14名的這個 IESG的這個 ID去組成 所以他每年會選一半 因為他是任期兩年 他每年選7個 這樣子 那IAB 的話 因為IAB 有可能需要 他任期的表決權 所以是單數 他任期是兩年 那一樣 不是每年會選 那 7個6個 這樣子在選 謝謝 那剛才有提到這個IAB下面有 IETF 跟IRTF IETF是 Engineering 對不對 IRTF就是Research 那稍微介紹一下 IRTF 因為 如果各位 曾經參加過大會 或是有機會參加大會的話 你們會看到IRTF 是有揮揚牌的 那IETF探討的一體 比這個IETF來的更 廣一點 更 前進 前瞻一點 那IETF他主要就是會透過長期的研究 那 去 對未來這個網絡網絡發展的一個重要的研究 這樣子的一個能量 那目前是有44個研究組 那IETF的主席 因為IRTF他相較於IETF他會需要 一些專業 所以 IRTF的這個 Walk Group通常 這是開放式的 必須要申請 這個 Research Group的這個 Chair就主席 去衡量你的這個研究能量 或者說你的專業是不是夠的 才會讓你來加入 那 那 他這個研究組的話他必須每年 他必須的發表跟 他會 跟這個 IAB 或者是跟 這個IETF這邊的Walk Group 大家去分享他們的這個 研究成果 那他一樣在IETF的Walk Group上面會有一個IISG 就是 跟IISG很像他就是做一個文件審查跟 文件品質一個審核的 就是審查的一個工作 來控制這個 啊 研究組 再去Gweb他們產出 這個RFC的這個 那他們產出的文件一樣是用RFC做編號 他們的 文件的系統跟IETF的系統 基本上是用同一套工具 那個制度也是一樣 好 接下來我們就 分享一下 這個 實際的 在IETF裡面的 這些實際執行的組織 的一些 比較細的介紹 剛才 有分明這個Walk Group 123的裡面 那 總是要把一些 不同的這個專業稍微做一些分 要不然 這個 看起來組織會很亂 所以 IETF呢 他把這 123個 Walk Group 他把它分成7個領域 那第1個領域 第2個部分就是 技術性跟 如果還有一些比較 比如說新的議題或者是一些比較特別的議題 他 就不是那麼技術性的 那他 那個叫通用領域 JNR JNR最近他在談 他有兩個 比較 比較 實際的 一個就是在談那個線上會議 因為以前 這個IETF的會議 都是用實體參加的 那因為 這兩三年 因為那個 V19的關係 他們很多會議都改成線上了 所以他們 連這樣子的一件事情 他們都會開一個Walk Group來討論 說那線上會議 我們是不是要 討論一下 制定一下一些制度 一些辦法 那 甚至他們在這個會議 因為這次我有去參加過 他們在探討 經濟效益 說線上會議跟實體 會議的差異 沒有在經濟效益上 或者說 因為他們講的是環保的影響 反而會 侵從 很多 很 很宏觀的一些 觀點 在討論 線上會議這件事情 那另外 一個 第二個議題是什麼 我有忘記 我都想辦法再說 那就是 通路名義在這邊 Walk Group 在討論的東西 那接觸信的話呢 我們 就通路名 屬於Application 跟Walk Group 那這邊大部分 這是意義准的東西 比方說 我們現在 不是有很多 Streaming 的東西嗎 什麼MOD 這些技術 什麼 AR、VR 這些技術 很多在這邊討論 那當然這個 這個是 本質嘛 這個Internet 跟Internet的一些協定 相關的 在這個地方 跟IPV就在這裡 然後 還有一個就是 他們 不少有 說明就是IPV很重視 實際應用 所以他這邊 他就 文明面跟唯一面 會有很多探討 每一個Polocal 機會他們都會 這個技術做到一個程度 就回到這邊來探討 他的唯一要怎麼做 他的管理要怎麼做 好 那這個勞品我想這個當然應該很清楚 那Security 因為這個議題 這幾年特別 特別特別火熱 那又加上 俄國啊 烏克蘭啊 中國跟美國 有幾個大國的一些 很友好的關係 Security 的議題 在 在目前ITF裡面也是非常 非常熱門的一個 議題 那當然 網路就是傳輸嘛 那Transport這個部分 有 很多的一起去台灣 當然還有一些就是量測 他在裡面會有些量測的問題 比方說 如何去 Polomus 要怎麼來界定 Polomus Polomus的量表是什麼 Polomus Polomus 你要測 你的這個 metrics 他們會在這邊 做一些探討跟 跟制定一些 規則 那剛剛有報告過 ITF Polomus的部分 就是 比較基督性的 一些 標準規範標準 通用的一些管理機制 然後 當然說怎麼維護 ITF的這個標準開發流程 那 Touching跟ReaPine這邊 當然就是 不是 application嘛 就是ReaPine 我們剛剛有說明就是 會有一些漁音視訊的 即時訊 包括我們現在用的這個 Line啊 Essenger啊 Fastbook 的一些協定什麼的 其實都源自於 ITF的一些相關開發 然後HDP啊 Email 然後當然 當然 你要開發 這次Polocor你要有一個 Module Module這些東西 也會有特定的工作組 在 進行研究跟開發 這個IPv6嘛 在Internet的這個領域 DHCT啊 VPN啊 IPv6 重點就是 這個 在新的這個連入協定上面 IP的這個消防服要怎麼用 那剛才我有提到就是他們很重視 這些Polocor 實際的 如果你們到 實際環境 DEPOLED 到實際環境 你在實際環境上 你當然就會 接受到了網路管理 那你的任務怎麼做 這些 都會有 工作組 去 提出一些 建議 提出一些 來 來 給 這個網路 網路上面的這些使用者 或的 廠章 來 看法 那是Louding的部分 Louding Multi-cast 等等的 在這個領域裡面 工作組 探討 這個工作組不少 20幾個工作組 那Security 剛才有報告過 Security相關的 每一個 協定現在都要討論到Security 以前有一些協定 沒有 討論到 或是Security 這個規範不夠完整的 我們可以在這 20個工作組裡面看到他們會做 補強 加強的 他叫做 Attention Protocol的Attention 加強 安全的部分 然後再來就是傳說的部分 傳說很重要 然後新的傳說部分 那 傳說這個領域 目前 在ITF比較 熱門的議題就是 PIC 有一個PIC的協定 在用在這個 Browser裡面 那當然這跟 現在的這個 Streaming 與 影音的Streaming 有很大的關係 剛才有報告就是 ITF組成 它的組成的形式基本上是由工作組所組成的 所以工作組 一直是 ITF的一個核心 工作的一個核心 那一個工作組 這個 是怎麼 跑出來 怎麼樣跑出一個工作組 或者說一個工作組 看有沒有 什麼週期結束的時候 當然有 這個議題都已經開發完了 目標達成了 那 一個工作組可能就會關掉 可是呢 搞不好過了一陣子以後 這個工作組相關的議題又衍生出其他的議題 那這工作組可能又會開啟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個工作組 要怎麼樣 怎麼成立一個新的工作組 那工作組的產生一定就是會有 重點就是 有一個新的議題了 比如說現在 呃 我們在談 馬斯克 的那個新的核心系統 那新的核心系統產生的時候 那他是不是 他要用什麼Protocol 他的Protocol 用現在的Protocol 適用啊 你的IPv6 當時所制定的Protocol 用在核心上有沒有其他的問題 那 我們就扣成一個新的工作組 叫做低軌衛星 傳輸 的工作組 那你有傳輸的工作組 你是不是有可能會有 那可能就會 你就會 看一個新的工作組 可能有一些新的議題要出來 那你就要看一個評估 那就要看一個新的工作組來探討 啊 低軌衛星傳輸 協定的安全問題 那就是這樣子 那所以他們 在這個 在這裏面他有一個 呃一個 標準的一個 呃 成立新工作組的一個 呃規定啊 首先 一個工作組的成立呢他必須要 要先去擬定他所謂的charter 那個charter有一些規範我等一下後面會說 那必須要你要很明確的去 說明我為什麼要成立一個 工作組的背景是什麼 那 我的工作的scope 就是我的工作範圍是什麼我要達成的一個 預期目標是什麼那當然最重要是什麼 找到人 找到人來 來 購資格 來把這個議題做研究然後甚至是 把你所想要 想要這個提出的標準開發出來 好那所以你騎入charter以後呢 你找到一個 很不容易講的 director 來support 這個工作組 好那這個 這個director呢他會去指導 這個工作組的這個 工作的擬定 好然後 那 發生動事以後 他就會提交給ISG審核 那ISG呢會看見況 也許這個議題非常的複雜 他需要找 很多專家 來稍微討論一下 那就會省你所謂的BOF 他們這次專用名詞就是 Brow of Fever 一直在找一些 怎麼樣把這個 這個 這個 羽毛 長得好 變成 可以飛 大概我就是我自己解讀的概念啦 就是說在這裡面討論以後 好那 OK了 送到ISG審核 就會成立新的工作組 那這個BOF的話 特別 他們 呃 各校後面在說的 因為這個mailless 因為 這個IETF呢他們 呃 工作組 是怎麼樣組成的 他們是用一個叫做mailless的方式去組成 就是 用一個 條件名單 的方式 因為 這個IETF的組成來自全世界各地 別人不可能每天就是 開始體會議嘛 事情會可能都很難 所以 呃 我有時差的問題 然後他們就是用mailless 這樣子就是一個 邮件名單 大家在這個郵件名單裡面 郵件群組裡面去 進行討論 那BOF的話 在大會裡面 你會遇到有BOF的討論 或者BOF的工作組 在 視訊啊 或是在這個mailless 用郵件討論 不是很順暢的一個情況之下 他們必須面對面 或是另外通一個群組 應該是說另外通一個 群組 來面對面 我講說 如果群組可能需要有一些議題要面對面才有辦法 有辦法解決的 他們就會在大會裡面去提出來 那剛才有提到那個BOF 因為很多工作組 可能都還是需要通過BOF 對 那 通常 BOF的這個提案呢 他會有 所謂這個 這個 因為他們都用文件的方式 一定有所謂的 這個author 對於會有作者 那提出來 那基本上就是會 通過這個領域領事 他會去督導這個 這個提案的內容 然後 送到這個 IESG去排成以後 那 在這個BOF的討論期間 他會看一個BOF 針對一個 新的 低國內心 新的東京決定 要成立一個新的工作組 這個工作組就叫 低國內心通訊 工作組 情況下 在這個 這個 工作的成立 有沒有必要性 那如果 在這個 郵件的討論裡面不順暢 就提一下到大會裡面 大家面對面來討論 具備的這個 初付共識以後 剛才有提到 這個 ITF他們的 對 協論的達成 都是用一個叫做 初付共識 這樣子的一個 很有名詞 來表示說 這個議題 就是通過 他們 沒有所謂的表決制度 這種東西 要達成這個 初付共識以後 就是送 送IP成立 就剛才 說的就是會 由這個 IESG送到那個 那個RFC的這個 編輯的這個 單位去 這段告出來 剛才我有提例說那個 你要成立一個新的工作柱 你一定要先擬定章程 所謂的 連他們連這個 要怎麼做 都有一個標準文件 118 再規範 查的你必須怎麼做 那這個有興趣 去通討 網路上這個查看 你打RFC218 好完整的 一個 文件 那幾個重點 你要 當然一定要有工作組名稱 對不對 那他們的工作組名稱 通常就是 會去 以 呈現工作組的負責的議題 可以完全呈現出來 這樣子的話 就一命了然 那我等一下後面有個範例 給大家看一下 那當然你要有一個 工作組的這個主席 要負責 工作組 這個品質的應付 但他們工作組主席的話 通常不會是一位啦 通常是會有一到三位左右 然後 再來就是 一開始成立的時候 你至少找到一位AD來 support你 那director要來 support你 那通常 一個工作組的成立呢 他 會有遇到三名的 這個AD 來協助 那會有一名AD是 主席AD 這樣子 那在這個 呃 呃 director的這個角色很重要 在 工作組成立的前 年齊的話 他協助這個工作組完成 整個 成立的 呃 這個整個相關程序 那在公主成立了以後呢 他就要督導 尤其 在公主來說 這個AD都是非常資深的 呃 在 很多的這個文件上面 他有決定性的這種 判斷跟 呃 呃 建議權 那在 剛才我也提 這個 Wall Group 會說IDF的運作 都是靠著 所謂的mail list 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大家透過 email 溝通 所以你必須 在這個 工作組成立的時候 你必須把 這個 名的 組起來 所以 你必須要提供你的mail list 那當然很重要的就是你 你這個公主主要幹嘛 要做什麼 包含你所關注的議題跟標的 你要 說明喔 你要說明的目標的方法 這很重要當然 必須 這個Internet 或者說你這個 你這個 工作組 你可能會 什麼叫成立工作組嗎 因為你 你會對這個Internet 避數會對Internet的 這個環境會造成什麼影響 這要講清楚 那當然就是 你的那個mail list都你要秉出來 那你的 預計完成的事實 所以還算蠻嚴謹的 有點像 在工作上 協議的年度工作計劃書 這樣子 就是很完整的 要求 我們來看一下 我舉個例子 我們舉這個IPv6 Maintenance 這個 他 專門負責IPv6這個協定 的一個工作組 那他的檢寫 他的檢寫就 各自怕會創意 如果再講意沒有 看這邊就好 那 他就叫 Six Man 你看到剛才我們所提的 你 你要講什麼 你的名字要取好 那你有一個 你寫的名字 那你是屬於什麼 領域的 因為你在找AD的時候 你大概就知道屬於什麼 你的AD有 要專屬 你找到AD 你不會出找 你可能會去找什麼 Routing 你IPv6的這個 不會去找 不會去找 Routing的專家 你一定找 Internet的專家 那 這個因為 這個已經是成立的工作組 那這是他的那個 工作組的 工作組的網頁 所以 這個當然是Active 這個 這個 這個組當成 這個時候當然不會有這個東西 OK 那 那你的 是要經過 我準以後 你會放在你的工作組網裡面 那我剛才講的就是說 你的 這個工作組組C 你要在你的這個 這個 要 要 要有 你的這個 這個AD Reto要有 OK 然後 這個 Nearlist Nearlist在這裡 你要有你的Nearlist 你要有你組織的 你要有你的成員的 OK 然後重點就是 做什麼事 在 ROC那份叫什麼 在2418 裡面 它有一個範例教你怎麼寫chatter 他告訴你chatter裡面要什麼 哪些東西哪些東西 那有一些chatter 寫的比較 簡單 但是有一些chatter 寫得很長 寫得很多 他甚至 又把這個scope寫得很清楚 就說我要做什麼做什麼 他甚至說我什麼東西不做 他都會寫進去 他又把他這個 工作的這個 scope 他都發封得很清楚 然後又有一句說 我這個東西如果到 民體的時候沒有結果 那我工作組就關閉 那如果 我這個 發現了這個 工作呢 拆出 我現在所定義的範圍 那我一定要再提出 去改chatter 統中我的 這個工作 範圍 所以這個chatter 有很多種寫法 但是 我們看到 還是會意大方規定 他有前面講的 我必須把你的 工作的議題 標的 沒有 要答案目的方法 還有一個形象 這都要說清楚 好那 呃 這個部分我最後再講一下 就是說工作組 他們 這個工作是怎麼在運行 基本上 工作組都 在做一些document 他們所有的東西就是document 要產出一個 可以 發出來 完整 然後 給應分量環境使用的一個document 所以 對不起 這個部分這個不是工作章程 這個流程是這樣 所以你要參考你的工作章程 那你的文件呢 會在這個工作群組 你的郵件群組裡面會討論 單一者會藉由這個 我們剛才講的mail list 去討論 然後這個mail list 一定會有一個發起 就會有一個作者 他們也是一個作者 或者是聯合作者 比如說像 校服務執事長 他們之前做一個RFC 他們是聯合作者 那當然 在我們執筆 他們執筆的那個會掛一個 呃 所謂的個人草案 這樣的一個 方式 然後就丟到工作群組裡面 工作群組大家認同 這個議題 大家群組都很有興趣 然後他就會變成所謂的工作群組的一個議題 所有的文件的 發起的會 他們的一個公的名字叫做 Internet draft 都會叫做 一個草案 那草案有所謂的個人草案或公務局草案 你個人的話 你覺得這個議題 你一個人可以承擔 當然你也可以 從公務草案就直接提出來 那 大家在這個工作群組裡面討論 形成一個所謂的初六共識 這個他有提到 初六共識 他們有所謂的共識決 好 Google Consensus 那你簽名 初六共識以後 你就 可以開始網上溝通 你可以給 那個AD 看 那AD會提供意見 那AD提供意見以後 如果 大概差不多了 他們會做一個所謂的 last call last call 的話 可能在沒有 裡面 有可能在大會的時候都提出來 大家都沒有意見 就這個人件已經 草案 已經有一定的程度了 已經有一定的程度了 那現在送到 AD那邊在做 最後的審定 然後送到ISG 去做生意見 那大概整個文件的約成就是這樣子 那這個整個理念 這些討論過程裡面 當然就會有Chair 來主持 我們要把大家 一些相關職員做一些調配 或者是去召集 相關的 徵招 徵招這個群組裡面 因為 這個工作組的這些成員都是 所謂的 Volunteer 就是都是志願者的 叫大家都不知心的 都是為了興趣然後再參與 那有些可能需要一些 協調的工作需要主席來 來主持 OK 那剛才有提到跟 Mildest Mildest的話 我們在ITL裡面可以看到 大部分 就是這個 這很重要的 就是 Discussion的這個 Mildest 那當然呢 這是一個 那麼廣泛的組織 他有一些 可謂的公告信 Information的一些相關東西 那 這個東西就比較雜 有很多 比方說草案的公告 新工作組 新草 這是 這是 新工作組 都不是新工作組 那 ITL有些公告 比如說 接下來 11月要在倫敦開大會 他們 一樣 是會用 Mildest 去 控告這些東西 那你制裁權的一些相關要注意的事情 比如說有些更新 比如說 現在有新的這個 歐洲的那個叫做什麼 特製法的 來了 那什麼有些要注意的地方 OK 那 Mildest的話就是 本來看我們可以看到有三種 本來當然還有一些就是 不是基礎討論 又不是這個 又不是 行政當局要公告的東西 或有一些什麼其他的 這個範圍的 就會有一些破除的 Mildest Group 失敗 好 那 那 領域的部分 大概是這樣子 那 我們繼續好了 我 接下來跟各位介紹一下這個 ITF的這個 剛才有提到 每年生產大會 大概的一個 代替 還有他們 在這個 ITF整個組織裡面 非常重要的一個工具 叫做 Data Tracker 這個Data Tracker有點像 有點像什麼 像Google吧 像Google引擎 你可以用Data Tracker 找到 ITF 幾乎所有的資源 我想 參與 這輩子有沒有參加 參與過ITF的 可不可以舉個手 有沒有參加過他的會議的啊 還是參加 參加會議啊 這輩子問 他跟他的會議啊 會議就參加 參加工作群組 那不多 那我其實也是 這兩年才 才有機會參加 因為我本身 也不是 很技術性的這個 參加 所以我們也是因為 承接了交通部跟 這個 資訟會的案子 我們才 去比較深度的了解這個ITF 通常參加 第一次接觸ITF 我的了解 應該都是參加他的大會 你不會一個意思就去參加 我過頭 你會先去參加他大會 要去了解 一下他們 這個整個ITF的 組織的概括 或是他們的一個氛圍 那 ITF無准參加他大會 OK 你進去ITF的網站 首頁 連結 他就有一個 meeting 這樣子的 連結 而且他 在首頁裡面 吳彭莫 他的這個meeting 他很歡迎 外界人士來參加 各方人馬來參加 他的大會 那我以 接下來要開的 這個人人大會 來做例子 他這個每一次大會 就是一個變化下去 他已經開到 第115場了 那個114場 剛才過 那114場 你現在進去他們的首頁 你會看到 他都會有這樣子一個介紹 那 當然很重要 你要知道怎麼註冊 對不對 你要怎麼註冊 就在這個地方 他現在 規劃的 這場會議是混合式的 就是你可以實體去 你可以用線上參與 所以他這邊 會有一個線上參與 特別的一個 一個分明 在這個地方 一開始想要去參與會議先注意這兩個 先注意這兩個 先注意這兩個裡面的訊息 好 跟你要 你是線上參與的 線上蠻多的 因為 現在已經有一些場地啊 還有一些參與的一些 還有一些其他的一些 所以 實際參與的是比較貴的 通常他分三個階段 像倫敦 這場的話 他現在 已經開放所謂的 找鳥票 好 那 這個我們就自己看 那他 資格上面他會有分 因為他開會 通常是7天 會期是7天 前兩天 會做一些 行動 民民的會議 一些報名程序 還有就是他們 都會做那個 Head Song 他們有Head Song活動 實作的這些活動 都在前兩天 那後面還是會持續 Head Song會持續 但前兩天的 剛才就是這樣子 有一些 AEDB要開會 或是IAB 他們有一些行政會議要 要進行 會在這前兩天 然後他們就是要 註冊的事情 所以他會有所謂的Week Pass Week Pass就是 你這7天的所有的 相關會議 只要是 非定名會議的 你都可以去 參加一些什麼 Head Song活動 你可以參加 Head Song活動 根本是免費的 所以不用特別 特別在去絞情或什麼 包含在這個裡面 我是不太曉得 為什麼會有所謂的Week Pass 或者是可能他 Cific參加某一個會議 某個Week Group的會議 也許是這樣子 所以他 就直接拿Week Pass 然後 覺得對學生來說 這個很好 學生很優惠 那因為我們 今年的話兩次都要參加 Remote 可能學生才50塊 而且都不漲價了 你找你票 或者是你最後一個時間去註冊 都是50塊 但是我想問一下中間大學 覺得你 在買 那個Stupid Pass 有沒有要求什麼資格 或他會審驗你們什麼資格 沒有 那我就不往下 就不往下講 我的朋友 我都是買這個 都是買這一線的 那有時候因為 決策下的比較晚 因為這個需要 普通單位要決定 我們就買到300車廂 但是沒差多少 差50塊美金而已 就是以 以後庭買的車差50塊 但是那個 實體餐益就會差比較多 實體餐益就差100多塊美金 125塊跟175塊 所以 如果對經費比較有 這個名版的 那個相應單位的話 那個 可以掌握一下那個 註冊的時程 那這個當然是這樣 這送都不用錢 主餐益會送都不用錢 那很歡迎 主餐益會送 好 他會提供這個東西 這個國際型的大會 都會做到這一點 像我們參加 NWC的話 他一定會也會提供這個東西 跟你一些建議 NWC的話 他還會有所謂的合作的 Apple Gest 那那個 Discount都非常好 你去什麼 去Agoda 什麼什麼有的沒的 因為他 像NWC的話 他長年在巴塞隆那一班 你看 巴塞隆那一班 就是飯店跟他長年合作 那給他那Discount NWC拿不到 所以 我會建議參加國際會議 裡面會有很多資訊 因為我沒有參加國際會議 所以這部分 我沒有 太 去 study 但是如果 我覺得很快就會參加 這個邊境的情況之下 未來要去參加國際會的時候 他要提供這樣子一些交通資訊 甚至一些配合的餐廳 啊 一些費率的問題 這個地方 他還有電壓啊 這些 我覺得都沒了 去參考 好 那 我現在115我去報名了 好 我現在用110就已經報 已經參加過了 那到底他這個整個會議 他會提供哪些資訊給我們 好 當你 完以後他開始 這些資訊會陸續更新上去 你就會看到了 如果接近 後期的時候 這些資訊就會越完整 當然會有一些提醒事項 每個國家 有一些國家特殊的一些狀況 所以COVID那一篇來說 要費城場跟參加歐洲什麼的 美國費城跟歐洲 歐洲會委員哪一場 他們的一些相關規定的不一樣 尤其這法律政策的 這要去注意 那還有一些 很大的是可能有一些 表示回家 我不曉得我們在回校國家辦 以前我們 如果要出去參加國會議會議 會有一些回校國家的一些規定 比較特別的 對9 對一些15的規定 變成國會 會的人 我給大家看一下 那 ITF有一個很棒的地方 他就是會有一個新手指引 沒有Authentis 你第一次 或是你參加會議 沒有超過三次的 他都會 三才五次 他視你為新手 所以他會有一個 網頁 新手 有一個 指引 這個網頁 你第一次或是 請幾次參加會議的 這個很有用 然後 重點難免就是這個 Authentia這一塊 Authentia這一塊的話 你 要參加這個會議 要先做準備 像 像我個人的話 要參加的話 我一定把Authentia 先整個研究過 然後你去規劃 參加的一個 場次跟你自己的時間上去多一點調配 再來就是 沒有類似的就是看你參加哪個會議 其實你就可以 在朋友的時候 他 可以 你在 做 這也不叫注射 就是你去報名參加會議的時候 你就可以 他就會問你要不要參加 Malist 那我要講一下那個 這個 這個 這個很重要 因為你的 你的這個 他的這個 Metting 很 很多 在五天裡面要開完 一個 Section 我們在一天裡面 他把會分成三個Section 叫四個Section 就是 Section要怎麼講 就是 一場 兩場 三場 四場 就這樣子 場次 每一個場次都有很多會議 甚至十幾場的會議在 進行 那我們看 他地方啊 他這個根據還蠻 Friendly的 這個Adena裡面 有時差的問題嘛對不對 還有時間的問題 那所以你這邊可以點 你是標準時間或者是 Local 比如說我現在 就用台北時間 你點多國下去 他這邊就會 馬上抓到 因為這個 那個 那個 老闆給他訊息嘛 好那你可以知道 這是台北的 時間他就會顯示台北時間 這雖然是在會城巨星 那他會顯示 接下來的這個Adena裡面 他會顯示的是 這是台北時間的 7月23號的 7月7月23號 Adena那個地方 然後 這邊就是 整個會期 整個會期的時間 電灘修在這裡 好這就是 看嘛 你看他 23號 不是23號 這是第幾天啦 不管 那就是第1天好了 第1天的 因為我們跨時差嘛 所以對 我在台北來看的時候 跨了時差 那 那 再 有 有 對不起 這個 因為這是第1天的 第1天的好 不管 那第1天他就會有 每一個時間表 那他都會有一些會有重複的 我看一下我有能做那個 真正會議的 OK沒有 真正會議的他就會有 Session 1 Session 2 那他下面就會有工作組 然後每個會議 然後他在 因為都有為了那個 實際參與的人 會有 在哪個聽 可是呢 你就要看 在這個Session裡面 你有一些事 你都要成為你的 圖碟了 那你們怎麼去安排 那這邊他會先提供 因為他有Online的嘛 會提供Online的連結 他會提供Material 就是他 會議資料 意思 通常這個 會議群所提供的 會議資料 有時候會變動 也通常是會變動的 那他在會議 嘗試以後 他會 實際在會議上 這個 參與會議的 這個真正的資料 會再重新 會繼續給你 會重新再給你 那這是我跟您所說的 那個新手指南的部分 那新手指南部分很重要 就是說 他會介紹 整個 這個 活動是怎麼樣 然後他會 他會針對 新手的話 有一個特別的活動 一些 引導 協助的一些活動 然後他這裡面 有 對ITF的介紹 然後 一些 ITF的相關資源 他也會對 當然 那就是ITF 他們有一些工具 要協助你們去了解 ITF的相關文件 或者說 ITF的相關制度 那這部分 我會建議 第一次參與的人 這個網頁 會有很大的幫助 好那 這是Hackson的那個介紹 如果 要去參與實際的這個 實作活動的話 他會有一個專屬的一個網頁 然後包含 過去 新的Hackson活動 他會有記錄 有興趣的人可以進去 看他們以前的活動怎麼進行的 好 然後 然後我會介紹一下 我們參加那個 信息會議的時候 他們開發了一個 專屬的 叫 MeTACO的 這樣子的一個 軟體 跟你們在用的 這些軟體都不一樣 但是這個軟體其實寫得很好 我個人覺得寫得很好 然後 通過都會 用 這一個 軟體 也不用擋 看網路 都可以直接連進去 然後 他們的程序 有一定的一個 標準程序 一天時的話 會先做所謂的 主席的 這個 應該說主席時間 那主席時間呢 通常那前面他要先去做 一些Announcement 就是一些 重要的 會議的該注意的事項 或怎麼進行 甚至這個工序的使用 他會做一些Announcement 然後重點 就是他要 跟大家說明 今天看會的 是甚麼 那以這個Gaia的 這場會議來說的話 好 因為這個是研究組的會議 所以他大部分都是專題報告 然後你就碰到這邊的官員報告 然後甚至他後面會 有一些工作組的會議 明確的把時間 都說你 你這個 你這個主題給你5分鐘 這個主題給你10分鐘 他排好 那 那 就參加iGaia的會議 我覺得 很特別的是 這一些主席啊 他控制會議時間 都控制得非常好 他們都精準 我覺得 我很特別的這一點 然後這個部分就是現場 畫面 這個地方 然後 參與的人會在這裡 因為你看到 他這個有一些小點點 這裡面是有意義的 他這個每一個 例如說 這個藍色的紅點 代表是 他是 一個工作組的主席 那 藍色點點可能 我已經忘記了 他那個有一個指引 他是一個ED 或者說他是屬於原則組 成員 每一個 這個 這個標誌 沒有他的意義在 那這是工作組 工作組的 這個討論裡面呢 通常 在討論文件 因為他們的RFC文件 有一些issue要提出來 或是要說明 所以大部分 類似他這樣子 這份文件就是 這是誰的 IPPM 他們是做 一些量測工具的 那他們 針對這份文件 每一份文件 RFC 少多少 因為AD 李玉玲是有提出 這個 這個RFC 有意見 他就在這邊 進行討論 或是說明說 針對AD的 意見 他們提的solution 是什麼 OK 那 我建議我們先到這邊好了 我等一下接下來 會講那個 他們這個重要的工具 叫做貝克 我們休息到幾點 休息到11點 好那我們先休息一下到11點 謝謝 謝謝昨天你的介紹 早上第一堂課到此結束 我們先稍坐休息20分鐘 期間我們準備了餐口作為查點 請至教師後方進行領取 謝謝 這邊也先 再報告一下 就第一個 現場的來賓 如果你們用無線網路的話 旁邊那邊就寫他的 無線網路的密碼 都在牆壁上 這是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請大家呢 就線上的來賓 請你們記得要線上簽到 線上簽到 那我們裡面有一個 視訊的畫面就是 就是那個 簽到的QR Code 那記得線上簽到 另外的話呢 我們呢 這個也會有一個問卷調查 每一堆問卷調查 那 那個 只要是 你有簽到 而且又完成了滿一堵調查 我們就可以參加我們會後的一個抽獎 那這邊也先跟各位先預告一下 好以上謝謝 那我們11點鐘再回來 好謝謝謝謝 請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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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来宾请刚忘记说 那个要上洗手间是出门 到对面那个门进去 就是洗手间 在水还有茶还有咖啡 就是出去往左转 那边就饮水 其实就水跟茶跟咖啡都有 请大家尽量享用 谢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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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